第二个机制呢比较不重要一点 它是物理现象 当你的水进入到很细的管子的时候 这个管子本来就会有毛细现象 那我这边略提一下毛细现象是什么 而后还是现在你们的物理课 会把它讲得更清楚更仔细 物理现象怎么描述我们的毛细作用呢 大家我就以你们为例 假设你们每位同学都是一个一个的水分子 水分子之间会有作用力 所以你们同学喜欢跟同学手牵手 那个作用力叫做内聚力 水跟水喜欢聚在一起叫内聚力 那除了内聚力之外呢 靠近墙壁的同学也喜欢抓墙壁 那叫做附着力 所以其实毛细现象有两个力在作用 一个叫附着力 一个叫内聚力 好就以你们为例 如果今天你们班同学的附着力 抓墙壁的力量大于抓同学的力量 附着力大于内聚力 会发生什么事呢 靠近墙壁的同学会不断的抓墙壁往上爬 然后同时会牵着隔壁的同学 所以最后你们全班 两侧的同学往上升 带动中间的同学跟着往上升 可是你们全班会形成一个凹型的异面 然后全班往上爬 因为旁边的同学爱抓墙壁 你们就上升了 那不就是这样吗 上升了 所以毛细现象是 附着力带于内聚力才会这样子 那刚好木质部的墙壁是纤维数 纤维数跟水分子作用力很大 那水跟水之间也有作用力 可是水跟纤维数的作用力 大于水跟水之间 所以水在吸管中 水在导管中就上升了很多 这是个物理现象 如果今天情况相反 我这人班上的墙壁 抹上大便 靠墙壁的同学 好伪心我才不要摸了 你的附着力很低 那同学相亲相爱同学们的内聚力很高 会怎样 全班同学抱在一起 往下沉下去 形成这样子 大家都不愿意抓墙壁 大家都抱在一起 然后往下降 所以如果你看到是这样子的议题 它不但不往上升 还往下降 这就是你们国中学到的狗 水银 因为水银的内聚力很强 水银不喜欢跟墙壁座 喜欢跟水跟水 水银跟水银之间的作用 但它这个形象是物理形象 很多生活中的例子可以佐证的 前一阵子在YouTube上 就是脸书上有一个影片 你拿海绵放到水里面 一压一放 海绵吸饱水拿起来 但如果你把海绵放到水里面 压放开 再拿起来 里面再压呢 完全没有水 海绵不会吸水 为什么 因为水银跟水银内聚力太大了 内聚力大的液体 它就有很强的表面张力 很强的表面张力 当你有小孔洞 它因为表面张力的关系 它不会进入小孔洞里面的 所以你那个海绵中的小孔洞 水银根本不愿意进去 因为水银跟水银坐在一起 我才不要进去勒 我喜欢跟同伴在一起 所以水银的内聚力很大 造成它的表面张力很大 小缝隙是不能吸收水的 海绵没办法吸水 可以吸水 不能吸汗 这是脸书上的一个影片 做一下佐证 其实这不应该我讲 这应该是物理课讲的 物质的世界很有趣 它影响生命的表现 这样子 好以上是猫气主用 这边我们课本想要超级少 因为它根本不是生命现象 它是物理现象 它是个辅助性质的 我们的导管好细 它会有毛细作用